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先说明今天这期节目是中南海下水道 听床师的节目 既有中南海的新闻 又有听床的新闻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听一听 不喜欢的话马上就离开 今天这个瓜太大了 什么时候早上刚起来 别人就给我发了邮件 彭帅的瓜爆了 彭帅不要命了 我第一反应是彭帅彭帅 彭佩奥美国的彭胖子 然后我当时我没怎么在意 然后过一会微博上不是微博上 是推特上就刷开了 彭帅真的是不要命了 彭帅开始跟张高丽喷 张高丽是谁 那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官 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咱们先看看彭帅他报的料 这个字量比较小 大致念一念 这个时间线有些混乱 大概是三年前张高丽副总统 你退休了 找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 再联系我约我打球 在北京的康米大厦 然后他的妻子 把他带去家里面 然后又跟十多年前在天津一样 先是三年前 然后再往前再推十多年前 在天津市一样 要求和我发生性关系 没想到会是这样 一个人在外面守着 因为谁都不可能相信老婆会愿意 老婆在门口放风 然后老公在里面搞 你看这种事情 彭帅他把这个事情给爆出来 如果说不是因为 因为内心当中承载着非常大的痛苦跟压力 谁能够把这些事情给爆出来 而且是跟一个怎么说常委什么级别的 郑国级级别的是吧 跟这样一位中国政治上面顶层食物链的人 发生了关系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感情纠葛 爱恨情仇 这里有一个细节讲到彭帅 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 就是说从认识张高丽的第一天到现在出事 没用过他一分钱 更没有通过他去谋取任何利益或者好处 我认为这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 有一定道德洁癖的 当然从道德层面去说这个事 其实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道德的事 你怎么去从道德层面来说 只不过就是说还是有底线的 没花他的钱 没有通过他的关系 去为自己博得什么好处与名分 然后又说到30号那天晚上争议很大 那就应该就是10月30号了 你说2号下午再去你家 我们慢慢谈 今天中午打电话来说 有事再联系 推托一切 借口说改天再联系 然后又这样和青年之前一样消失了 玩玩想不想要就不要了 咱们要是把这个事情简单化来说 那就是一个女的感觉自己的感情受到了玩弄 然后是既悔恨又难受 然后本来这种事情又不是多道德的事情 然后就爆发了 然后就在微博上发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立刻就被删了 现在你去找你肯定找不到这么大的事 这么大的瓜 而且是牵扯到中国政治顶级食物链的人 肯定就被删了 你看彭帅说你总是怕我带什么录音器 留下什么证据之类的 是的 除了我以外 我没留下任何证据证明 没有录音 没有录像 只有被扭曲的我的真实经历 我知道对于您位高权重的张高丽副总理来说 你说过你不怕 但即使是以卵 即使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我也会说出和你的事实 以你的智商和谋略 你一定会否认 或者说可以反扣给我 就是说反杀 你可以如此无安事不公 总之就是一个被高官玩弄过感情的女人 她心里是非常的不甘心 非常的混恨 然后以生命的代价 试图去擦量一点火花 可以这么去理解 虽然说彭帅他打网球非常厉害 但是你跟中国的红色家族比起来 你就是一只小蚂蚁 今天你去叫板张高丽 那真的是以卵即使 真的是飞蛾扑火 真的是躺避挡车 四个字以命相搏 那就真的是以命相搏了 如果说张高丽那帮人想要把彭帅给弄死 那真的是跟暗死一只蚂蚁一样 这个事就这么一个事 那么然后咱们可以大致来看一看 先看看张高丽 张高丽是1946年生 彭帅是1986年生 我没有看错 把这年龄差了多少岁 年龄差了40岁 40岁 我这个算数 张高丽这个年龄都能够当他爷爷了 这还老牛吃嫩草 老牛吃嫩草 而且老牛在吃嫩草的时候 另外一头老母牛 张高丽的老婆还给他开门 你说这荒唐不荒唐 所以说中共高层 他们圈子发生的事情 将来可以拍电影的题材可多了 现在你没法拍 等到以后 如果说咱们有幸之年 能够看到老共倒台的话 像这种剧本可多了去了 到时候影视题材 就是说全面碾压轻功系 轻功系算个毛 你看看中共高层内部 他们这些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 政治关系 男女关系 家庭关系 经济关系 上下级关系 伦理关系 太乱了 你说今天咱们瓜 你说有男女的感情就隔代里面 还是一个老少恋老牛吃嫩草 另外还是一个中国政治最高层的人物 跟一个著名的网球明星发生的事情 你说张高丽你看看他这边一大堆头衔 国务院副总理 政治局常委 还有天津市市委书记 山东省省委书记 山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多大的官 你看这一路往上爬多大的官 如今也是爆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瓜 那么节目做到这里 我就想这个事怎么就突然之间爆出来了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大瓜 咱们也就是从两个角度来解读 从两方面来解读 一方面就真的是彭帅他就是说以卵即食 飞蛾扑火以命相搏 他就是想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你玩弄我的感情 你招之急来呼之急去的 是吧 想玩的时候打个电话让我过来了 不想玩的时候就说不见就不见了 你可以说这纯的就是一个感情上的复仇 或者说是一个女人的耍性子 可以从这方面去解读 但是你要是从一个中南海下水道 让中共内斗了 咱也可以去解读一番 你看张高丽你往下拉 那下面有一个相关条目江泽民派系 还是江泽民派系的张高丽 那么在这里面咱们又想到了谁 想到了习近平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想要铲除政敌 他不是要连任吗 他连任的基石就要不断的铲除他的政敌 他政敌是谁 那就是江派 只要把江派的人全部都收拾了 那么他连任的机会就越大 上期节目咱们还说了 是不是在台湾海峡沿岸 搞军事部署 也是为了谋求连任 也是为了证据稳定 这是对待台海关系 那么对待自己内部 可能就是要不断的要去减除自己的敌对派系的人 这里相关条目 它是属于江泽民派系的 那竟然是江派的人 想要搞你的话 肯定是要找个理由 什么理由最好搞的 一般来说就是你生活作风问题 比方说前几天谁 李云迪 李云迪的事闹得非常大 当时还说是全国各地爆发了各种各样的爆炸 这个爆炸事情一多了 马上来了个李云迪 大家都关注李云迪了 然后爆炸事就没什么人去关注了 那么现在你看看像张高丽也爆出来这么一个生活作风问题 没有管好裤腰带底下的那个玩意 然后把彭帅把这个给搞了是吧 其实咱们要是仔细想一想 其实这多大个事 不就玩弄一个网球明星 今天在群里面别人还说了 像中央电视台 那就是中南海的后宫 中南海的高官要是想玩弄什么样的女人 一看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这不光是新闻联播了 咱们要是光看新闻联播 这个格局就斩了 中央台CCTV从1到12都有 我记得我出国之前我是看到12 现在最多到十几了 我就不知道了 是吧 这么多主持人 还有台前幕后的各种各样的想上位的 年轻的漂亮的是吧 那都是中南海的后宫 这种事情还用细说吗 稍微有点中南海内幕消息的 都知道那党的破事 我平时我聊中南海下水道 我聊的比较少 关于这方面的爆料 我信息库不足 我只能够点到为止 就是说像这种生活作风问题 谁没有这么一档的破事 那么我要是从阴谋论的角度 从中南海下水道的角度来去看待问题 这是不是老习要收拾张高丽 然后故意给他搞一个瓜 故意找人跟彭帅谈话 让彭帅去报张高丽的料 然后趁机把他给收拾一下 名誉上搞臭 然后在政治上把它给搞下去 这样不就铲除了江派设立了吗 你要是从中南海下水道的角度去看问题 中南海内斗是吧 也有这种可能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一个 关于中南海下水道 中南海听床师真的是 听床加下水道 我今天我都讲了 咱们就是把油管当生意做 对不对 这样的标题有人看有流量 对吧 我就承认了我不虚伪 我心口一致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